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1个中产党 继续谈论医疗问题 周显大师说 接下来要分析的部分就是外来医生的供应问题 上次我讲过 既然供应是确认了 其实也不是确认的 现在也有增加医科生培训的项额 但问题是训练医科生要5-6年时间 你要做一个专科医生 可能就差不多10年 这些增加都要等到10年后才可以 其实你要训练医生不是专科医生 专科医生是15年 如果是医生 你要读完书 再有足够的实习经验 已经要10年了 所以我们如果要解决医生供应问题 就只能由外地入手 我记得10年前 郭嘉琪 大家说香港是不需要外地医生的 现在也是 现在有很多医生代表也认为 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变了 他当初死都不肯进入 结果削減原地医生 削減本来医生培训 在2020年代 我觉得有一点奸有奸输 本来你维持医生的数目 现在不会这么大呼声 或引入外地医生 始终他们有一个阴影 因为在SARS之后 2000年开始 政府就开始削減医科生学额 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当时真的有医科生 不许以为是没有工作 我想应该这么说 当时董建华曾经说过 要发展医疗产业 就是说 为什么你一边要发展医疗产业 一边会削減医科生学额 我到现在都不太明白 因为当时就是 未有足够的医疗产业 去聘请这些人 但是现在我们 大家已经不要说 医疗产业的问题 我们自己都不够吃 对不对 现在不可以说 医疗产业的问题 现在大家已经是水深火热 就是永远香港都是那种问题 大家头痛以头 脚痛以头 当然我同意 医生 当然永远希望越少越好 等于如果我是教师 我当然想越少 教师行額越好 因为你越少供应 我读大学的时候 读大学教授多威 你以为是多不够 不,我不是说中学教师 最好是全部都收拾 我如果教中学 我不怕被别人教 我读中学的时候又说 我读中学的时候 读中学的时候 读中学的时候 隔着两千多呎 两夫妇做教师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 那时候要限制供应 现在你增加了十多年后的事 那你现在就有时间捱了 但又要这么说 即使是这样 他们现在建议的都只是一件事 就是英联邦的医生面试 但其他的医生 他们都觉得仍然要考试 我们上个星期 我和你私下说过 我是台湾医生 我其实台湾也好过香港 台湾还是说 那些人说英联邦医生 不懂得说中文 台湾是说国语不是很大问题 台湾的人均收入低于香港一半 其实台湾都可以 如果某些开刀手 那些泰国都可以 都是很好 那些都不要说英联邦 那些新加坡好像新加坡的规定 全世界有多少大前多少名的学校 的医学院毕业 就免事了 其实很多方法 先不要说大陆 因为一说大陆 就是坚持政治问题 虽然等着你可能会说到大陆 一说大陆就说 一说大陆 就想进入内部 现在先不要说内地医生 你不要将两天的办法来说 英联邦或者外地 就是我们提出台湾 台湾你做的研究 我很久之前做过 那些这样的地方 不牵涉到内地医生 而且还有些人在说 还在说医学界 引入内地医生 立法会投票 不要将那些东西 变成一个政治化 现在够人够命 你还在说政治化 立法去一票 我认为那些 那些网民肯定是没有血性 我补充周显提斯说 他刚才说 有些民主派的支持者 就觉得 你引入大陆医生 他就会在医学界的功能组别 多了一票 那就会令到医学界的功能组别 都变成共产党控制 不过我心想 难道现在陈佩妍 你会当他是民主派吗 不要这么天真 好了 说回引入外地医生 我觉得要由一个基本开始说 现在香港 究竟差多少个医生 现在香港大概有15000个住宅医生 现在有7000多个公立医院 其实有一半 有一半是私人机构做的 当然很夸张 因为现在香港公营机构 负责了超过八成的 香港市民的医疗服务 但其实有一半医生 只剩下20% 但这个先不要说 现在香港还差多少医生 你问我 如果我参考医院 现在很多的报告部 现在的香港医院的超负货 就去到150-200% 那就要增加一倍的医生 我这么说 你再说私人医生 好像接触了20个 所以那些人说 那些人只要你多些钱 医生 就在公立公园院加工 就把私人医生拉回来 我都常常在光顾私人医生 都卖不了 所以人家很卖 你要养卖 你要养卖 你认识不认识人 不要说病床 病床 你没有人完全不认识 很多科目你都要认识半年 三四个月 就算一个中产 你说我都有差不多的身家 我去看私家医院 都不是说你有得看就知道 当然李嘉诚 我现在不是说什么supervision 你现在有三个中产党 说中产就是不认识 OK 你知不知道我有些科目 有些什么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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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列线啊 张大啊 说安寮很慢 我去备尿科看 他就说 哦 半年了 找私家医院 養娥 養威了半年 我说 那我就直接在街上找医生 去那里回家 你去那里很临级 一般的 这所谓专科门诊 就是当第一次要二三千元的门诊 大概要等两个月 基本上是日門級的門診,都未去到專科治療 你只要扯了過去,現在不是告訴你,私家醫院都扯了公立 那些人真的完全,你做少許研究,沒有研究就沒有發言權 現在不是私家很肯定,很多供應,然後搶走你 而是私家根本上完全不夠 他們那邊都不夠,這都牽涉很複雜的問題 但我想說回數字,就算你加一千個醫生 對於醫療系統都不是很大幫助 當然是一千個有好過沒有 但問題是甚麼,因為現在分得太多仔細的專科 你這個專科幾個,那個專科幾個 一千個醫生很快就分開 一個有錢人,看一個甚麼 六七個醫生看的 你不是不需要,是好些 那瘋人是否需要呢 所以問題是,現在講的醫生 缺額不是政府說的,是差一千個 是差幾千個,甚至是五六千個 還未算,因為現在私人市場都不夠 他們那邊都要的 加上你問我,就八千個醫生走不掉 好了,現在的問題是 你們現在建議增加醫生的方法 你有沒有辦法去填補這個八千個方法 我這樣講,其實我經常都插開這些東西 香港政府有這麼多盈餘 其實為甚麼有這麼多盈餘 因為香港是所有東西都不夠 地不夠,人地不夠,樓不夠,醫生不夠 那你當然要收到很多錢 我先不要講盈餘或儲備 好了,我當政府無限錢 你現在開放了這個 不要說無限錢 你跟回現在香港的醫生的水平 我們可以不停地請外地醫生 你當英聯邦醫生面試 你請得多少個來 你究竟可不可以請到一千個英聯邦醫生 你想也想也不會 好,反過來台灣 我都說了一點,我手就有台灣資料 你說台灣醫生,人工這麼低 香港一定吸引到他 其實現在大陸也是請了很多台灣醫生 大概有五百多個台灣醫生 曾經或現在仍然在中國行醫 他們收的錢多少呢 我記得我找他有些個案 就說有一個醫院主管,他可以連身二百萬 一個門診醫生,他可以收七十幾萬人 大概跟香港差不多 不要以為大陸搶不起台灣醫生 大陸給的錢跟香港人差不多 尤其他們是一個絕對資本主義的制度 就是你做得多個案 你就可以賺得多個錢 這個對台灣醫生很吸引 但是,即使是有台灣跟香港差不多的條件 台灣醫生其實現在都有很多個回去 其實留下幾百個醫生在大陸做 他主要出現兩個問題 我都要想的 第一個就是醫療制度問題 他發覺台灣的醫療制度 跟大陸的醫療制度完全合適 令他們行醫很多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這個生活的問題 他覺得他通常自己去行醫 留下一些家人在台灣 然後他就發覺適應不到大陸的生活 即香港你就要吸收台灣醫生 你都是要面對這兩個問題 其實幫到少許 其實香港無論台灣 香港醫療制度可以幫到三幾百個 加加起來可能是千多個 你不會能夠滿足到那個數字 但是都比沒有好 所以接下來我就說 這個問題就一定要討論 就是大陸醫生的問題 有很多人說 我死都不能給大陸醫生醫 我覺得有很多人有一個錯 這樣就要看他是不是死都不能給大陸醫生 這當然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他搞錯了一件事 他經常都以為是 你是一個香港的專業醫生 和一個大陸的黃綠醫生去選 現在不是 現在是你在沒有醫生 和一個大陸醫生去選 還未必是黃綠 這個是和我和我的親戚 因為他在醫管局做的 咬得最厲害 他就堅持一定要考試 因為覺得不考試 那個標準是很難去理定 他說其實外國那些醫生的 執業史的標準 是低於香港很多 他說覺得很大危險 一定要考考 我先不要說考試 我只是說他 可以考到合格的醫生在哪裡 他只能夠在公營的醫院有限度 這個我覺得很可憐 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現在的問題就是 私營的機構就會不停搶公營的醫生 因為問題就是 你公營的機構的醫療環境很惡劣 我私家那裏還是舒服很多 其實不但醫生護士全部都是這樣 你有什麼可能 你是不放寬給一些海外的醫生 去私家醫院執業 因為你 反過來說 你說大陸醫生 你很怕他醫死你 你政府要承認這個態度 我私家醫院 我自己給錢去看 我活該死 我當然可以納一些例 如果你是私家醫生看 你可以指定不用大陸醫生 就要等多久 我先說幾個事 第一件事 就是以前的中醫 可以大陸醫生用另一個名字 就是中醫的醫師 明白嗎 大陸醫生可以用另一個名字 或者有一些規定 我的問題就是 有很多人經常都會覺得 我們要先滿足公營醫院的機構的需要 然後我們先搞私營問題 甚至乎現在新加坡 他都有八間大陸的大學的醫科 可以免考執業 那為什麼新加坡沒有出事 為什麼那些人不去想 然後有些醫生反駁 他說那些人如果他可以免試執業 他會在公營醫院執業幾年之後 拿了資格 然後跳到私營市場 我覺得沒有緊要 因為他跳到私營市場 就是你的公立醫生跳到私營市場的競爭力低了 那為什麼會不考慮這件事 我完全不明白 有一件事就是我先說 但是雖然你說過那麼多 我是反對大陸醫生來的 因為我完全同意你的結果 因為免得反駁 就是不要我講英聯邦醫生說什麼 你就在那裡說大陸醫生 不停說大陸醫生 那不要了 不要先說大陸醫生 你不要先混淆所有的事 就是我的意思 我不是反對這件事 而是我自己的意思 我同意你說完 但是我反對這件事 我反對這件事 就是免得那些無緣 那些無緣的事聽的人出來說 如果我是林鄭 我可能會考慮這件事 如果我是時事評論員 我就沒有理由 要為了一些低層次的民粹式的意見去遷就 但是低層次的民粹式是佔了很多 沒有緊要的 現在香港也不是民主社會 我又不是出來選舉 如果今時今日還有些人說 大陸醫生在黃路 我現在就解釋給你們聽 大陸醫生去私家醫院有沒有問題 你這輩子都沒有錢去幫忙私家醫院 或者你有錢去幫忙私家醫院 到時你就指定你不要大陸醫生 那大陸醫生有什麼事 優得根換神都是大陸醫 沒有 這麼有錢都沒有辦法 但問題就是 你不叫大陸醫生來給一個選擇的人 那你跟其他人一起去搶一個香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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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去死那天 你都看不到一個香港醫生 結果找些人去幫忙是大陸醫生 所以你一定要解釋兩個問題 第一,香港搶多少醫生 你應該要搶很多醫生 那醫生的數目是超乎你想像的 而你不引入大陸醫生 你是沒有辦法填補這個空隙 好了,你說我討厭大陸醫生 他會醫死我 那你可不可以容許他在自由市場執業 然後他去不去被大陸醫生害死 我討厭大陸醫生 我不想去搶一搶給香港 那這個就牽涉到另一個人口政策問題 這個我們其他節目再講